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大家看到皮亚斯坐在我旁边 感受到疫情好像完全结出了 过往几个星期金融市场都比较动荡 欧美银行接连出市 今集皮亚斯应该有很多故事跟我们分享 究竟发生什么事 对联储局加息有什么影响 金融市场有什么求资的机会 我们都无谓浪费时间 等你和我们去讲口故事 我们真的很开心 多谢Marco为了这个节目 他除了口罩 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坐在旁边聊天 很开心 今天准备的题目是新鲜滚热辣 相信我三个星期后再来 亦会有其他资讯的补充 不过我们这次就开始了 今天就是说 借股奉金 就是看以前08年的雷曼事件 和今天三家银行的问题 美国三家银行的问题 会不会有些新的趋势 可以观察到 会不会透过历史事件 会有多些东西可以预估到 一起和大家探讨一下 马一讲的内容里面 记得今天的内容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内容 所以如果大家因为这个内容 想做一些投资决定 请你散散一些 找一些专业的投资意见 找一些财务顾问 去了解你的财务状况 看看你适不适合才去做 而我们今天讲涉猎的产品 都是一些期货产品 所以背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情况在这里 所以你的利润和亏损都会配大了 所以大家做投资之前 就要额外小心 事不宜迟就讲今天的内容 先介绍自己 虽然来了很多次 都介绍一下 可能今天有新的观众 我叫Piers Pias 我中文名叫谭家康 之前就十多年的投资经验 由大学开始 抽个新股 慢慢接触不同期货产品 透过不同工作的经验 就累积了不同的产品的知识 包括外汇 商品 期货 期权 等等的知识 我的理念 就是透过不同的资产领域的配置 希望做一个均衡一点的回报 令到整个仓位 就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应用 好一点的 今天的内容都很多的 我相信应该未必讲得了 这么多的PowerPoint Slide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是帮到手的话 你可以送Facebook message 去我的Facebook Page 我就可以share PowerPoint给大家 你search Piaz 就在Facebook找到我了 你就说要回到今天 2023年3月31日的PowerPoint 就可以了 因为过去都做了很多个 所以你要讲回 保护天在哪一场 因为内容都 未必是一样的 说起三间银行的事件 就去到 其实这件事 简单点说 是一个银行擠题 好像Marco 银行擠题 你想起 有没有什么故事 你想得起 你说最近还是以前 你想到 你说近期比较多 就由直高银行开始讲起 直高银行就是我们刚刚贴近发生 香港的话 我印象中是恒生和汇丰的故事 为什么提完之后 银行没有钱提 然后迫着增加银行 找第二间接手 我想这次 都有类似的地方 而 这次在这个 危机里面 是很短时间 三个礼拜 一个礼拜内 有三间银行七粒 先来Silvergate 接着就是Secher Bank 接着就是 Silicon Valley Bank S3B 三间其实 有少少不同 但是大致上 都是被人提钱 所以迫着 要让监管机构接管 你说被人接管 你觉得 这间银行是否很大问题 你需要被人接管 是否本身都劣跡斑斑 很多人说 Credit Suisse 例如今天我吸引一批 没有监管机构 但是 有人说 Credit Suisse 都很久 有问题 另外一间 准备有机会的 就是Dorge 我想 没有五年都 没有五年都三四年 不停都说 它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Silicon Valley Bank 是不是那个情况呢 首先 未去到刚才那两间 那么大 但是 其实风平 是非常好 大家去找工作 通常在香港 可能会去看看 Jobsdb 或者可能看看零室 那外国呢 你去找工作 就会看看这个Glass Door 就看看 喂 那个老板可以不可以的 那个老板 工作环境好不不好 里面是做些什么的 对客人是怎样的 那Glass Door 就当然了 他当然是匿名了一些 发表言论的人 那里面做过员工的人 就在里面表示 讲他们对公司的看法 其实平均很高 其实特别是 他在创科上 是做得很理想的 那在创科市场做得很理想 其实 为什么呢 就是一定是 他有一些好 好生命的东西 贴近到直谷那帮的投资者 那帮创头的大佬 创头大佬为什么要选他用 就是一定很灵活性 很贴心 有些服务上面 很不同的 而他就是 做了一个很好的culture 就很创新 就令到 他就可以在这 这 这几年 是发展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他是一间很 很不错的银行 但是这件事都被人接管了 都已经接管了 那会后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做PowerPoint里面 看到两个slide 真的很好笑的 第一个就是左边的那个 这位师兄 我想我也不会认识他 你认识吗 Marco哥 之前不是很认识 现在准备认识了 新闻也有说过一下 是的 就是这个Joseph Joseph之前在2008年的时候 就在雷文做了 然后转头就 而这次就在SVB里面 就做CAO的角色 那我就说 喂 是不是你脚头不好 请这些人搞到这么大件事 另外旁边的那个更精彩 这份CV 就是不得了 在Twitter 就有个 Boomberg的记者 在Twitter 截图出来的 你看到他间间都糟糕了 就是有Vework 接着是FTX 接着是SVB 再是Credit Suisse 可能真的请着这个同事 所以就 有些变化了 我都是说笑而已 不过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的 当然你可以用简单的分析 就用全款 利息上息分析 也可以用阴谋论去看这件事 我两个角度 稍後都会和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事件之下 当然股市的震荡 其实 截至今天 其实大部份 你出去看的评论 特别是广东话的评论 普遍都认为 这件事是未完的 很糟糕 有很久跌 指数来说 一年来看 其实一年来看 其实都是跌了下来 会不会再跌下去 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判断 在股票市场 就是一个我们追逐风险的地方 同时之间有些避险的资产 美债就是避险资产 我们用卡锡去看 这段时间 一段半年的时间 大家都不停说加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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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债息会随着 大家对利息的预期 就不停走上去 越走越上去 去出了三更银行接管之后 你见到债息急速下跌 债息急速下跌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由资金去追捧债权 代表什么呢 代表避险的情绪就高涨了 截至我截图现在 其实都是大概三厘五多附近 跌了下来 没有再跌了 打横行 也有很多人去预计 没有横行的原因 就是可能如是减息 甚至有些很进取的 就是很夹派的预测都有 不是一个避险资产受到这个的 追捧 其实另外一个 我们经常用的 看避险的 资产类别 就是这个日元 日元 都是一个避险的 货币 你看到这段时间 都走回强 之前 如果大家没有 要准备去日本 有些回乡 探亲 有些就是旅游的朋友 现在的日元已经贵了很多 加上这件事 就令到日元又有一个 明显的反弹 之前见过 美金对日元 瑞両也有同样的 模式 也是有走强的情况 就是美金对瑞両下跌 就是瑞両走强 都是一些 避险资金走去那个地方 我们还没说这次事件的时候 我们不如想一想 上一次08年发生的事件 和今次有什么 类同的地方呢 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呢 会不会好似上次那么差呢 08年是一个次案风暴 就是透过这个 因为这个次急 楼市下跌 而隐身的 一个危机来的 如果大家不记得这件事呢 我送了一套戏给大家 就是 The Big Shot 就是 就是描述这个机音经理 Michael Burry 他怎样去 short这个 刺案风暴 就是那些 债券 这个故事呢 其实 都是一个 经典的故事 Michael 你有看这部电影吗 有 做得这一行 这些电影 都一定要看 对 你怎样留言 Michael Burry 假如你是他的客人 你会怎样 哇 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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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爆他 以及 捉了钱走 对 就是他想捉了钱走 他不听电话 你记得一幕 他听音乐 其实他也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机音经理 但是不要理了 别人成了名 现在 暂时都会出来说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就是他Short Tesla 大家都召唤他 2008年的Winners 就是Legend Trader 接着就在Short Tesla 这次又成功了 很厉害了 那个故事 大家可以在这里重温 我继续讲背景 大家讲到雷曼 大家立刻想起雷曼迷债苦主 我们在中环工作的朋友 当时应该 没有很深感受 因为每次走过 那些喇叭 就恒恒地骂 什么银行还钱 又什么骗老人家钱 那些 他们都不叫 录了个大声工 只是播 最终 最终 他们都追讨很多 都是追讨 他们的钱 都是很好 因为他们 本身都不是打算 没有风险 只不过 产品的结构 令到他们 进入了这个圈套 在说迷债之前 讲一讲 当时的股市是怎样的 出现雷曼事件之后 你看到 指数是大幅下跌 以 道指期货 由高位 是不见了50%多 对比这次 好像跌得很少 这件事 是不是还没跌完呢 我们再看 其实在每个 过危险前 其实一定是有个泡沫 就是上帝要你 灭亡 必先令你疯狂 对不对 在音乐议田之前 其实 必须有一件 很大的问题 发生了 当时就是用这个 因为美国楼市 用一个很长时间的升浪 所以很多人 就去买楼 买完就赢了 买完就赢了 银行做贷款 开始就想着 你当然是健康的 环境 你有份工 收入稳定 做政府 当然借钱给你 但是做生意都做完了 那我怎样 就差点都批给你 因为房子会升 有些什么事 就拿了你房子 拍卖 就搞定 衍生到 有些 差的 供款人 就去买了 就可以上到汇 这件事 就引发了 一个船窝出来 讲讲 那个评级的结构 就是好像 你用 上面 你见到很多 一间小屋 那些小屋 就是 人们买的楼 其实这个世界 持有最多楼的 就是银行 因为银行 收债你一层楼 就借 银行 给你 给贷款 让你慢慢还给他 实际永远权不是你的 其实是银行 银行为何借钱给你呢 就是去计算数 收得利息 同时 当然它有风险 就是计算 哪一个 就还不了钱 红色的例子 就是 有几间 还不了 小部分还不了 大部分还不了 我拉坏 拉上补下 就可以搞定了 如是者 它就用这些 组装一个 债券 组装债券 就是 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RMBS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 会有些 好些 有些差些 它就先 感受好一些 的债券 有些优质一点的 还款客户 优质一点的 物业 逐层逐层下去 所以 就在 按揭抵押 证券 或者债券也好 其实 他们有不同的评级 衍生到 这个发行 这个按揭制一证券的公司 他就有个信用 你不是各亚主亚九都会发的 一定是一些大银行 当年Layman Brothers 是一家享负盛名的投资银行 他的名声当时真的非常好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发了这么多东西 别人都怕他违约 那就衍生到一个CDO 就是Credit Debts Obligation 就是去看看究竟他们有没有机会 就不还钱 衍生到这里 因为你的对赌 另外一个对手就是投资银行 出现当时雷曼的事件 就令到螺旋窝地 将这些产品全部都出现问题 简单来说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 楼市价格下跌 衍生到抵押品下跌 然后责券下跌 最后连到投资银行都倒闭 连那些衍生工具都出现问题 那就大件事了 当时的衍生工具 这个CDX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件事 迷债就是CDO 将它包装为一个产品 最惨的一件事 假如每个都是大有钱老师 其实政府就不理你 当时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大家都追求回报 追求定息的回报 而雷曼又这么高评级 我们就借钱给你 买你的债券 而债券就是倒雷曼会不会倒闭 所以衍生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产品 当时就是很多普罗大众的投资客户 就是因为不同的销售人员 就是有利益的驱使 他们推销这些复杂的产品给客户 而这些客户其实实际就不懂 当时记得有些很知名的社会名人 我记得听过新闻是说 张学友也是 因为买了雷曼才出来唱歌 那时候拍戏 我没有无从稽考 大家当一个小事一钟听一下 所以当时的覆盖面很阔 其实实际那些人买雷曼债券 都不是要求很多回报 都是挺稀释的 只要比银行好些 他就说我就来吧 试一下 谁知道就中了一招 很惨 当时这个复合的产品 就引伸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地方都有销售 最后就解决了 今次呢 今次银行的危机 又在什么抵押品都出了事呢 大家都有 刚才我们麦后都说 就是crypto crypto很大件事 我之前有一单韩国仔的 LUNA我都没有加进去 那就是FTX爆破 其实是一家 其实他在香港之前 原本是在香港 因为香港当时的监管变化 便搬离了 但是他在爆破之前很厉害 我也喜欢看篮球 其实好像Miami 麦阿密的业火 主场馆 就是FTX 然后去年的NBA总决赛 MVP Steven Curry 也是他代言人 所以显生到 其实当时是真的 很盛极一时 但是 展转之间 crypto由六万多跌到最低万多 然后现在回到两万多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呢 有很多衍生的贷款 是因为这些资产 或者是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资产 投资了这些资产的公司 都遇到很大的亏损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呢 对于银行的购买里面 可能就因为这样 就多了很多的损失了 这个就是Bitcoin 就是看看他的高位 跌了这么多 下来 最惨的一件事 就是银行最害怕的 就是怕人拿钱 其实理论上 技术来说 其实任何一间银行 个个人去问他拿钱 他都会执闹的 很简单 因为就是银行 拿了你的钱去做定期 他留了一点 就是我们经常听 国内的那些 就是减个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就是 你不能借全部出街 你放在户口里 接着其他出去借 所以呢 所有存户 一时同一时间 去问他拿钱 他一定会制提 那这件事就发生了 那当时大家都觉得 银行利息不好 就很多问题 所以就问他拿钱 加上这个SVB 你刚才说 他是服用什么人 他是服用一些创货的人 创货的人 创货的人 因为Bitcoin的下跌 其实他们都已经 惨不忍道 我都没有钱 都用不到 我有一块钱 在这里 当然是拿回来 先洗住 这样就麻烦了 个个都问这些银行 拿钱 那他何来有钱 再加上他资产负责 一些问题 我只会再说 加上今次的高速加息 就令到他潜在的炸弹爆了 简单来说 银行就刚才说 全贷是借钱 去透过我拿钱回来 借存款 再给人 我当然是希望借给你 收多点利息 cover完存户之后 中间就是我的利润 或者拿了你的钱 我就去做一些投资 全世界最稳定的投资是什么 那当然是十年的美国国库债卷 就是读书港 读书港 technical就是最稳定的东西 大家投资这东西 个个都投资 其实不止银行投资 保险公司都很投资 那就是希望什么 就希望买一些国库债卷 或者年期长一点 拿回多一点利息 cover回存户 从而可以赚钱 现在很不幸 本来就是经历过历史以来 最快一次加息的过程 这就令到债券出现问题 这部分问题 为什么隐藏了这么久 就是因为会计制度里面 有一种资产 是不需要mark to market 就是叫做 health to maturity security 就是持有到期日的政权 其实它不需要mark to security 不需要mark to market 因为理论上 你拿着国库债卷 拿到最后到期日 20年后 10年后 5年后 什么都好 你一定可以拿回本金 但因为我现在急着要钱 我迫着买 迫着买 迫着买就有机会损失了 这个就是Stature Bank的balance sheet 你见到 其实它是云民众多的regional bank 其实持有这类型的债券 比重是最多的 所以遇到问题 简单来说 利息上升 债价下跌 它迫着买就蚀钱 那就衍生到今次的问题 利息上升 加上传户比较利息就走 其实它有力挽狂难 但因为时间不够 高呼下一拍 去到这里 就是说到 其实它今次传户 我刚才答应过大家 讲阴谋论 当时我记得是星期五 星期六的时候 其实美国存款保障是25万美金 一般人 就是25万美金很多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大数目 但是过了周末之后 耶伦就出来说 我全部包了 有多少钱都赔多少钱 很多人就觉得没问题 我本身都觉得 挺好的 解决了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 你救这班人 这班人是什么人 刚才说过 他是创科的人 他是创头的人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就是 raise fund 有些什么大公司 这些是其中他的客户 robots spotify pinterest carstrike 那些公司 说得出名的 没有问题的 你救那些公司 但是有个位是 是洗脱不了嫌疑 现在 拜登是什么党的总统 你问我 是民主党 没错 是民主党 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看到 其实科技巨头 和民主党的关系特别好 加上2024年总统选举 感觉有买票的嫌疑 还有 你用得这个钱 其实你要经过国会 过程这么快 其实你中间是否有些程序上的失误 其实是有人有谈过的 很快我看到 舆论就完了 大家明白 这个世界永远都有自己的秩序 给一个很实际的参考 不要说我毅言耸听 中期选举里面 民主党最大两个金主 第一个索罗斯 第二个薯条哥 薯条哥就是 就是刚才说的直谷的人 当然他现在已经成为街下囚 但是 就可以反映到 他们的一些 大家就会有一些千丝马扭的关系 主要都是pro民主党的 我们不是美国公民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很生气 民主党政府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日日都发国债 还要推升债务上限 还来玩包底 还要是他找不到钱 就是波及巨头 这几年都找了多少钱 但是你呢 就很惨了 接下来加息就是 究竟停不停 会不会怎么做呢 刚刚就算好像 crash risk爆了出来 欧洲都只要加50点 你现在说 喂 美国不加息 怎么看 很多人看法 就是觉得不加 但我看到他 你这个白海尔是很不正面地回应 的 银行体系的问题 风险 他是不是有 那一手呢 其实我偏向觉得 他真的想继续理 只不过现在就免得这么高调 这个是我的看法 可以再看 另外 我们经常都分享 每次都分享 利率期货 看看变化 现在我建议 不要看浏览 因为浏览变得太多 可以看下面的数字 你看到好像5月份 这个powerpoint 应该是昨天教的 5月3日的议息会议 你看到最底 原本有25%的人 是预计 一个月前 是预计到5.5至5.5 现在已经没有了看法 一去到2023年12月 你看到之前在下面 有人估5.5至5.7 现在亦没有 最多人估4.5至4.5 即要减息 去到2024年更夸张 如是和现在比 减了一几息 说到今天 我想衍生的投资主题 大家留意 如果如是如期 便会减息 其实对于某些资产最受惠 其实黄金是中一只最受惠的资产 因为在加息的时候 人家放下有息收 你便没有息 变相就很弱势 现在这些资产是否应该重新重复 我见市场真的有这个部署 这几个是我们看黄金的分析的角度 有供求 有没有看通货膨胀 有没有政治不稳定的事件 利率的走势和美金的变化 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这几个角度 去研究金价的走势 今天最主要说利率 现在黄金已经上了1968 现在一直在那里培回 会不会再上呢 其实再上就已经去到历史高位附近了 之前看美金的变化和利率变化很同步 现在美金是102 已经弱了一些 会不会 指出走先的利率 所以会继续下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 这个就是美汇指数和黄金的走势 你见到大部分时间都是背驰的状态 很简单 背驰就是你走前我走后 有几大呢 就是0.66 其实都是大大的 这个情况会不会透过美金转弱 而令到黄金走上呢 大家密切观察 这个就是黄金和利率走势的变化 之前有一段时间减息 就是2019年至2020年 减息的时候令到金价 就有一个很大的升浪 所以大家有这个部署 真的不无道理 我们去看 别人买 即不是我们散户 在楼下金泡 买金就可以影响到金价 实际的金价是什么呢 当然是一些大户 我们去看大户的部署 我们就会看CFTC report 之前有详细讲过 今天就只是讲个表 你看到在基金管理的仓位里面 特别在长仓里面 是有大幅度上升的 这个是3月21日的一个 report 反映基金都开始在这方面有部署 同时也有一些人在买的 就有央行的增持 2022年是其中一年很劲 增持黄金的一年 中国增持 中国其实这几年都不断买金 新加坡很厉害 一月份增加了30%的黄金储备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看就是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也是会影响金价 如果经济差的黄金 理论上都会做好一些 在黄金上市场上有不同的工具 比较 当然期货有个好处 始终是中央结算 没有对手风险 亦有一个延长的交易时间 大家可以看 讲完产品 我们最主流大家做黄金期货的产品 通常是GC 我叫大金 100盎司 每逾0.1 就是10美元 可以实物交割 当然在要财里面 当然不会帮你搞实物交割 大家要留意转仓日期 连续三个月有 未来23个月的2、4、8、10月都有 未来72个月的6月、12月都会有交易 另外一个就是小一点 50盎司的QO 0.25 一动就是12.5 现金交割 未来24个月的2、4、8、10 12月都有交易 到这个微型金 MGC 10盎司 每逾0.1 只有10元 未来24个月的2、4、8、12月 10月都有 还有其他的期货资料 大家可以在网站看 今天的内容讲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PowerPoint 就可以去我Facebook留言给我 我就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 喜欢今天的Presentation 其实我反而敢看 刚才你说到 近期因为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 就飢了上去 但我听你刚才那些口吻 有点点觉得 其实白威尔 暗地里 他想加的 不过现在这一刻 就不敢出声 只是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不是 我的看法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设 就是 他一直说的加息背后的逻辑 就是通胀 和就业市场很好 上一次3月头的通胀数据 就是计划改了 令到数字很厉害 然后就业 浪费费务 又是改了 令到数字很漂亮 有什么人可以改到这些数字 你和我改到吗 是官才能改到 官是什么 他有个理念 他计划已经计划在这里 所以我就觉得 他有这些想法 但是 市况现在这样看 我认为市场走了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去估计他 我又不是说 他会不断加 加50点C 不是的 但是是否会 完全不加 又未必不会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是慢一点 但是减息的幅度 我就觉得 小 减息的机会率是小 反而可能橫行 停止 其实这次很大机会 可以停止加息 你遇到这么大件事件 虽然你说自己不关你事 你说他的银行体系的问题 刚才也说过 人家好好地加银行收了钱 买你的国债 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 他没有投机 那家银行 很正经地做生意 是因为你加息加到 突然你的政策变得太厉害 所以令到他们出事 所以 你说没有责任 就说不同 但是你看到 人家官智两个口 你怎么看 你可否回应 唯一我们的部署 就是如果他 不要说减息 如果他加慢了 你会怎样做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偏向是这样去想 其实会不会是 博威尔也有点看静点 再观察一下 现在欧美市场 尤其是美国 会不会有更多的危机出现 好像危机没有什么再爆发的风险 然后慢慢等市场冷静下来 才逐步开始说加息或其他东西 我觉得是相似的 因为从当年加息周期的开始 其实它是很拒绝承认有通胀 它是见到真的受不了,不能否认 它开始是叫Keyword Transitionary 就是过度性的通胀,它说了很久 而这件事,我觉得人是有个性格的 你惯了是个人叫固执 你一定要见到眼见为实 你CPI 见到是高的 假如他这个性格没有变,他几十岁 他应该见到CPI 跌2%,才会停手 这是我直观的想法 背后一个很核心的重点就是 你觉得欧美的银行危机,结束了没有? 我也结束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环体店看不像会有雷曼 这么大的事情发生 如果已经结束了之后 近期金价抽了上去 反映的是,鲍威尔不加息 但是会不会已经超过了呢? 是否应该要这样想? 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就要保守一点 因为现在已经挨近2,000了 再上去就2,000了 如果超过了的话,你回到1,900 都是很恰理的事 我自己觉得,不要太乐观,它会好夹 因为美国反而少一点,欧洲才夸张 欧洲的Credit Risk是 整个交易是 犧牲了债权人和股权人 只是保住存户 避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公司 他们的政策,现在我觉得欧美很同步 所以 这件事就算再发生在美国里面 其实可能都有类似的做法 现在已经选择了担保存户 其实那个恐慌就小了 我们可以看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零售销售数据 就是看他们的市民 你想想你一身的积蓄 放在银行里 如果银行有什么事 你不要说有什么事 你已经立刻花点钱了 先看清楚 是否有何包有多少钱 有多都拿不到出来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美国人的消费信心 现在是反弹着的 2月,1月,2月开始反弹 如果是持续反弹 代表人都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自己 不会影响自己 我还要拿到钱 当然,你见到一些浪漫 就是有些小银行 有些小银行 有很多积蓄器拿走 然后去一些大银行开户口 传钱进去 为什么相信你呢? 就算我怎么拿你 你也不会滋提 我都是开户口而已 你去不去A,去B开户口而已 问题都可以解决到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用这几个因素 就认为今次的银行危机 就过了断落 近期金标的上海 可以看好 但是比较厚回套地 去买就会比较好一点 高栽始终是 现在始终是 有少少高了一点 有少少这样的感觉 二千亿大位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 不要看到 现在全世界都说 近期金价标得多厉害 而这一刻 才去追上海 就有少少 略为太迟的感觉 但是 主动性去做淡 又不要那么进取 所以就 厚低少少 厚低少少去买 厚低少少去买 厚低多少会比较好少少 一望一望大位 一千九 一百八几 但其实都几十元 有时几十元 说多不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风险 刚才都说了几只金的期货 又大又小 因为金利益多 假如按金不太充足 也挺伤的 在期货市场看到大人基金 有看好的部署 所以两个角度 我都说了 自己平衡 觉得哪一个 贴近你的投资理念 你就可以做回相应的部署 好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未来这个节目 还有好几集 平均大约是 每三个星期左右 又会有一个新的一集 大约三个星期之后 皮特斯又会再跟我们 进一步分享 希望又会有个机会 可以跟皮特斯紧密的接触 这也挺搞笑的 OK 今天就先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